? 玩 玩...玩律習時間12點0 9月12日是星期一 這一天就是我學界 我看到比賽的表 SIR把我報入五千米 五千米即是運動場的十二個半圈 他比賽的時間就是明天9點半 首先就是8點半前往運動場 然後我有一個小時的時間熱身 因為我8點半入場 9點半就開始了 然後跑完後應該大約是10點10分 因為我本來跑得很久 但基本上我也不想拿 因為基本上 跑五千米有幾個巨頭 我的意思就是 那幾個巨頭就是跑了五千米 他們最佳紀錄 跑了十二個半圈只需要十六分鐘 所以我排完五千米之後 我就回到學校 因為都沒有比賽 他說 如果你沒有比賽的 那你就回到學校的 那你先跟老師說 還有之後星期四五可以不用回 因為我沒有比賽 那你坐在那裡很忙 加上 這個星期還是比上星期還要涼 所以 基本上如果你坐在外面很久 你會經常冷 神經病 所以我都不去 所以我都給了五千米之後 我就走了 算了 因為免得坐在那裡吃西北風 然後 這個什麼 無望初心的遊行 一部分人就走出 走出其他地方 又頂醫毛餅 之後的離去都是 我看的新聞都知道 都是倒路 破壞商店 破壞管理站之類 這些事情 每天都見慣不慣 黃暴 然後警方說 拘捕了多個人 但我覺得 現在的腦袋 完全是吃濕味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所以三十個昨天 831這件事 三個月了 但是也有一句 到現在仍然有人信 有人死亡 他說 當天看了 六個人死 然後 一些報章 就訪問那六個 證實在 那既然說 有人遇害 那其實到底有什麼證據 凡事都是說證據的 那你說有人死 也有什麼證據 證明有六個人死 所以 所以說 如果你聰明 那我也希望 你不要那麼蠢 但是 我看到你 連這些事情都相信 我已經 我真的覺得你很蠢 但是我還是說 如言至於自己 這是謠言 但是謠言 你又相信 那是不是說 謠言不至於如者 如果把這句話 反反的意思來說 如果把這句話 好 唉 然後就是昨天 旺角尼敦道有一個53歲的男人青奴像期間 一些人阻止 然後有一個人拿坑拳過去打一個頭 然後他的頭流血 但相反到底那些人怎麼說呢 特別就是那個高登那個人就說 甚至那些人就說 那個53歲的男人 旺角尼敦道青奴像時 忽然間睡著了 所以這句都是有些邏輯的 為何忽然間 青奴像是奴像 忽然間眼睛睡著了 不可能 就算是你的話 即使你在做事 甚至在外出街 又見累的時候 不會忽然間睡在地上睡著了 所以說 你妄真點 他的頭流血流 你說他睡著了 不如你報道 甚至你出來說話 不如不要蠻蠻事實 你也認識的 現在不可良知 那你說 如果你說人家撐白色的話 那你就說 他是恐怖 但我覺得你 如果你 如果你擦白色的話 我覺得你更恐怖 因為你也知道 為何個個這麼討厭 拍色呢 真的很難 他也是私了 今天已經有一單了 今天 在旺報那裏 有一個男人 說因為不滿 所以跟警方 所以那時候 於是被人私了 差點被人私了 有獲獻 從不ogrDear 到這邊 從不血園 戍… 感谢观看